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瘦肉的话是7 肥肉的话是3 搭配开来的话它的好处就是更滋润一些 有滋一些 配料的话就是搭配我们的蒜子 还有那个兔耳菌 增加一个口感 很脆的嘛 食材跟调料都很简单 炒得好不好吃 主要还是取决于照尚的功夫 小炒小炒 关键还是在火上面进行一个把控 扁肥肉肯定是中火 然后下瘦肉的话可能是小火 因为在下瘦肉的时候火开大了 瘦肉下锅肯定一下就炒柴了 下酱油的时候肯定是中火 酱油的香味才能散发出来 辣椒的时候也是用中火去炒 大火去炒的话它一下就起腐皮了 辣椒里面是有肉的味道 把它融合起来 调入盐 加土耳菌 炒香之后 然后就是下土蒜子翻炒均匀 为什么我们的辣椒炒肉 汤汁备放这么好吃 我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这个汁既有肉的汁香味 又有辣椒的清香味 还有我们菌子的菌香味 融合在一起 备放当然好吃 客人都是为了这道辣椒炒肉来担店的话 销店的话可能是300分以上 每桌必点 大肆的菜家常的味 我是顾兴海 欢迎大家来长沙到费大厨吃辣椒炒肉 我认词 什么名字 人你 汀 放开 当然 cer TH